如果不思菲卖不行 卖蛋龟可以再等等 东龟先生的各个某音粉丝群里 经常有人在讨论蛋龟价格 对于蛋龟 东龟先生的建议是 除非自己真的对那些龟十分喜欢 达到了查布斯犯不想的痴迷地步 否则买这些龟可以再等等 首先说明 无论将来蛋龟价格几何 就算是一两元一只 东龟先生也不会买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建议大家现在买蛋龟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要想明白一件事 任何被放在锅里炒的东西 它的温度总会降低 直至恢复常温 过往的例子实在太多 龟不是刚需 无睡生活必需品 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可养可不养的 很少有人会离开某种龟就活不下去吧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想靠蛋龟发家致富 没有必要追涨 到未接龟 虽然有人会觉得我不差钱 不在乎高价 但如果你不是某某代 不是那些赚钱一如反掌的少数人 真没必要这么有钱任性 对于普通人家来说 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花钱要讲究性价比 对于明显偏离正常轨道的东西 没必要去任性张显豪气 口罩三年以来 很多行业肉眼可见的萧条 普通人赚钱越来越不容易 一些虚火太旺的东西 真没必要去上赶着拱火 乐趣并不一定要靠高价才能获得 假如某种龟 今年千元一只 明年三元一只 难道千元真比三元乐趣大 东龟先生倒是希望 所有的宠物龟都不吵不闹 没有那么多喧嚣 都能在合理价格水平 产量高的 数量多的 价格平民化 真正数量稀少的 价格高些 而不是现在这样 浪哄哄一顿乱吵 经济下行 花钱还是优着点好 真正的宠物 养的是一种乐趣 而不是去和别人比较 谁养的龟龟 买高价但龟之前 请想明白 是真的喜欢 是真的非买不行吗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